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釜山回宣提南 国灾中救了7个月大女儿 两个事件引起韩网 共愤的最新惊况 30岁的李某 因跟踪并无差别袭击一名 20多岁的女性 甚至试图嫌弃而被起诉 去年9月 韩国大法院对李某判处了20年的有期徒刑 而正在服刑的李某 将再一次站在法庭 因为解放已对受害者进行 报复威胁和侮辱等指控 对他提起了额外的起诉 根据检方的调查 李某在监狱对一名同域的YouTuberA某表示 出狱后希望他能播报自己的案件 并说他会越狱后 去受害者家中进行报复 据了解李某还在监狱内 对其他囚犯持续发表侮辱受害者的言论 得知这一消息的受害者正遭受极度的焦虑 因为他知道我的地址让我感到非常压抑 这是我和家人共同居住的地方 我为什么要承受这个案件的后果 让我的家人受到伤害 其实不止这些 李某印象不来探望自己的前女友 发送我三次威胁信 而正在进行审判中 他自己在努力增加刑期 我只能给予支持了 希望为了让受害者们能摆脱痛苦 请将其永久隔离 如果一个已有18次前刻的罪犯 还这样行动和说谎 我认为不应该让他再出现在社会上 这才叫保护国民的生命和财产 我希望司法部门能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的存在意义 接下来是让韩网心如刀割的这个事件 25号凌晨 在首尔的一栋公寓发生了火灾 四楼的30多岁夫妇向金某大喊 拜托请接住孩子 保安金某在袋子上张开双手 安全接住了两岁的女儿 在金某把女儿移开后 33岁的妻子郑某 也用毯子包住自己后 跳到了袋子上 但当金某扶起郑某时 突然听到了砰的声音 32岁的丈夫 抱着七个月大的女儿跳了下来 如果丈夫等到妻子从袋子出来 他可能就能活下来 但因为火焰和烟雾正迅速向四楼蔓延 他为了救孩子就这样跳了下来 根据警方和消防当局的发表 在被推测为起火点的三楼301号小房间内 发现了香烟和打火机 也从现场获得了决定性的证据物品 高度怀疑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火灾 301号房间 就是公寓保安第一个救出的 70多岁老夫妇住的地方 也就是说 这场火灾是 70对老夫妇在房间里抽烟而引起的 难道是三楼的老先生抽烟引起火灾 导致两名30多岁的年轻人死亡的吗 那两个老人在家里抽烟 结果引起了火灾 导致楼上孩子的父亲去世了 这期间 他们也可能因为因为受了不少苦 没想到最后会发生这样悲惨的事情 这不是一个失误 不是失误 那些老人就算受到惩罚 也无法让那些孩子的父亲复活 唉 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我也是吸烟的人 但请不要再屋内吸烟 希望2024年 不要再发生这种人为的灾害了 那些人为的灾害了 你还不能再发生这种人为的灾害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